许司通知他的老友 墨北 官职和渔职 他要开个联谊会 就在本周末 蛇山的徐家别墅 那儿有块大草坪 还有个游泳池 许司的建议是 游游泳 再搞个烧烤大会 官职听后 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四个男人 在荒郊野外游泳烧烤看星星 这未免浪漫得有些不合时宜 和十分莫名其妙 许司反问 那去西区夜总会吗 官职怅然地叹了口气说 这么多年了 我都忘了西区的夜总会的门 是往哪边开的了 那么也只好四个男人 去荒郊野外聊聊天 想想柴米油盐的心思了 对于这种建议 墨北和渔职 是一向没什么意见的 只是都说 要向家里那位告假 许司拉着墨北 不管怎么样 你一定要来 墨北点头 他也知道 许司有些话 想同他讲讲 前几日 墨北的妻子墨向晚 向任职五年的公司 提出辞呈 这是同墨北 仔细商量后的决定 墨北夫妻俩都晓得 这话要是一出口 江湖同徐司都会有反应 故此 墨向晚把下家工作敲定以后 才去同江湖谈出了这话题 江湖虽然难免难过 但也绝对在他意料之中 晚留是他必定会做的 谁愿放弃墨向晚这样 尽职且能力出众的下属呢 但墨向晚性格硬朗 已经做出的决定 要去执行是势在必行的 墨北很能理解妻子的决定 所谓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整件事情的经过 是层层叠叠的事件累加 以致需要以此方式来解冻 墨向晚一直认为江湖 是一位出色的boss 带下属也极其诚恳和慷慨 两人最初联手 重振老厂老品牌 在业内很是名声大造了一番 在这五年内 老厂披荆斩棘连创佳绩 江湖在业内也渐渐闯出名头 他又是急霸道的一个老板 近乎工作狂状态的工作方式 传染全公司 且非要全体职员均同此心 把企业战略定得老高 从协业又要扩张到陈衣业 使整个公司的管理层 连这好几年都在超负荷的工作状态中 若是早两年 墨向晚还可承受这样的工作量 但自从大儿子上了初中 小儿子进了幼儿园 墨北近年又接了很多大项目 常常天南地北地出差 公婆年纪也渐渐大了 而她又不放心请保姆 于是衡量再三 觉得家里总要有人拨控 好好的照料 她需要一份朝九晚五 不再加班的工作 来转换自己的状态 墨向晚同墨北讲了自己的想法 墨北自然毫不反对 而且乐见其成 她也实在心疼妻子 隔三差五加班出差 也委婉地同江湖 透露过自己的立场 但按照江湖扒了惯的性格 往往就会丢墨北一句 你要支持支持向晚啊 你也可以多照料家庭的呀 墨北觉得江湖说的 也有道理 又和墨向晚商议了几回 两人还是觉得 目前还是由墨向晚 减轻工作量的安排 更适合家庭需要 当墨向晚正式同江湖 讲这件事时 江湖愣了一下 才无奈地讲 我知道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 难道女人最后 还是要回归家庭吗 墨向晚盲说 是我的现状 让我放不下两个孩子 也不能给老人添加负担 有我照顾家里 会比墨北照顾更合适 两个孩子现在都到了 比较关键的需要照顾的时候 不过 如果换作是你的话 你会有你更好的解决方式 对不对 江湖扶着小妇 脸色铁青 赌气地说道 结婚和生孩子这两件事 都是太麻烦了 她同许思恋爱多年 始终没有正式 步入婚姻的殿堂 同许思家里头 往日恩怨情结 是原因之一 许思母亲方莫平 始终对他俩关系 不置可否 是原因之二 趁着好风上青云 让事业更上层楼 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腾越协业 这五年的发展势头太好了 他根本不愿意浪费 一分一毫的时间 让机会稍纵即逝 他想他的努力 可以再见父亲的昔日王国 然 许思未必是这么想 实际上 许思明里按理 求婚不下十次 而他一想到结婚 那种种繁琐 以及婚后面 对许家亲戚们 又要一个头两个大的苦恼 势必要让自己分心 就开始胆怯 他就明里按理 同许思打马虎眼 许思只好旁敲侧击 时不时领着墨菲小哥脸 或关家龙凤胎 或者活泼可爱的小球就玩耍 甚至带回他们同居的小屋 过把带孩子当家长的瘾 墨向晚家里 那一向观察力敏锐的大儿子墨菲 就对许思说过 许叔叔 我看着您挺累的 其实 您想到爸爸 就直接和江湖姐姐说吧 当男人 当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干嘛 太没意思了 许思为此 噎得一个礼拜 没有开过晴天的脸 许思倒是确实 被莫菲这个初中生的一句话 给开了窍了 好友一个一个婚后生活 过得秘密调游 孩儿们绕期 耍得得意洋洋 他还强自撑着 黄金王老五的 贝尔曾光的面子 过着盛南的苦日子 尤其是 业内人士 老早把他和江湖 当成一对 就连先前强硬的母亲 也渐渐摆着 随你们怎么样 我也不管了的态度出来了 甚至于 母亲孩童江湖 总有时不时 站在统一战线的时刻 譬如 他们都很反感 许思总搞些 并够累投机取巧的活 譬如 母亲有时候看到报道 有讲到江湖 总要评点若干句 暗示许思带过去 譬如江湖 也时而会研究 他母亲 陈年所做的 企业战略规划来取经 两个事业型女强人 明明老早 对对方欣赏有加 却总是避着对方行事 而且都对成为一家人 带着防备的姐弟 这就是女人 爱计较的略根性 偏偏她要深受其害 甚至被初中生 袭裸 太没面子了 许思想 由着他们俩 如此这般 让自己落不到 半点好处 这一点 都不是自己 一贯的作风 做男人 是不应该 婆婆妈妈的 江湖 被查出怀孕以后 消沉了好几天 许思 壮若大度地讲 这样 你把公司授权给我 我对你们那一套 还是很熟悉的 管个一年半载 不是问题 总不会让你亏本 江湖狠狠地瞪她 凭什么 我得生孩子呀 你们男人 就能生龙活虎地 爱干啥干啥呀 许思皮笑肉不笑地说 哼 省理结构不同 有什么好抱怨的 总之你放心 以后我绝对 不会干涉你的事业 让你自由翱翔 自由发挥 腾月做到世界五百强 我也是你背后的 男人幕后的黑手 她想 自己早该觉悟 不能事事 由着江湖做主 剥夺无数人生乐趣 但是 江湖的大小姐脾气 发得起来 不论她如何求恳 就是不愿意去领证 许思 策略成功 执行失败 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只好请来朋友们 出谋划策 但目前的情况 让她有点傻眼 譬如 目前坐在自己面前的余职 说是过来给创意 但实际上 捧着手机和她家闺女 说了无数甜言蜜语 而且 没有要收电话线的意思 许思无奈地对墨北说 难怪说 女儿是老子前世的情人 这家伙 一日不见她女儿 简直如歌三十秋 于直宠爱女儿 求求是出名的 但凡能带女儿 出来的活动 她一定会把女儿 贴身边带出来 但凡带不出来的 她一定电话周保个煤碗 说的也无非是 吃饱了没 又学会得唱什么歌 今天有没有想爸爸 没少让许思耻之以鼻 但是 现在没人能和她一起 取笑余职的 那边的官职 也在给家里通电话 好像是她的儿子 又又接起来的 隔着老远 许思都能听到 又又在电话里 奶声奶气地大声哀求 最近好的小爸爸 给我带个巧克力回来吧 官职哄着儿子说 你爸我没空啊 又又在那边说 那你在干嘛呢 官职继续哄着儿子 我呀 在你徐叔叔的这里呢 徐叔叔 马上要结婚了呀 那边又又好像兴奋起来了 那我要当伴郎 伴郎是分巧克力的 官职说 哎 你这年纪只能当花童 又又的小脑袋瓜 思索了一阵 花童 有巧克力吃吗 于是乎 官职 也陷入每日和儿子 绕画树圈子里 暂时没法出来 最后 徐四只好拉着墨北讲话 向晚辞职 我压力很大 他愁眉苦脸 墨北拍拍他的肩膀 我能理解 有没有转换的余地啊 没有 墨北斩钉截铁 江湖因为这 一个礼拜没搭理我了 我连求婚都没有机会求 也没什么好创意 徐四恨恨地 瞄了一眼 和女儿甜言蜜语 讲电话的余职 最好的创意 都被他用了 我冤不冤啊 墨北松总监 表示爱莫能助 但是徐四说 所以 你得给我负责呀 解决我这一大难题 和儿子逗完绕口令的官职 凑过来说 那还不容易啊 公开示爱 没有回头路 和女儿甜蜜夜话结束的余职 也在一旁说道 我看 也只有这个解决办法 我可以把我们网站的视频广告 免费送你 徐四患得患失 万一他还是不同意呢 他把目光投向了墨北 你好好地想想 这可是你和你爱人欠我的 墨北很是无语 他想了半天说 也只有俗气一点来了 在浦东郊区的南段 隔着主干道的两边 由总计占地一千亩的巨大建筑群处立 气派依旧非凡 尤其隔道两边主楼间 还修了封闭石天桥 重新安装了新的玻璃木墙 木墙外挂着这一段巨幅LED广告屏 成为张江至南会段 最受人瞩目的一块广告牌 这栋曾经辉煌的工厂建筑 在五年前被分拆拍卖给四间中型服装厂 和两间外资协业品牌作家工厂 产权十年 只是这一条横跨两地的封闭石天桥 因为归属两边工厂群一边一半 产权分属三家工厂 近些年三家工厂抢夺广告权 争得不可开交 但就在近期 这个问题解决了 三家工厂的负责人统一了意见 作家将这一条天桥卖了出去 江湖每次路过这条路 看到这条天桥 就觉得是在跨越自己心上最后一座难以跨越的新桥 尤其现在沿路段工厂建多 这一段也会在高峰时段堵车了 因为客观因素 延长了他度过这座天桥的时间 今日就是这样 他是参加南汇的展会归程 撞上下班高峰 路上无可避免的就得通过这段天桥 也意料之内的 在天桥前的绿灯闪停前被堵住了 带到红灯闪过绿灯又起 前方车辆毫无挪动余地 江湖还是被堵在原位 看来今天的路况实在是糟糕了点 江湖百无聊赖的又看向天桥 今日的天桥有一点不一样 江湖仔细地看了看 和他印象中的不一样 因为天桥分属三家 所以从来缺人达力 一直灰头土脸 又孤孤单单地架在这里 但是今天 天桥被清理干净了 玻璃幕墙像是新的 还多挂了一块LED的广告屏 正在播放着台标 是某知名视频网站的广告 猝不及防的 江湖看到了徐斯 出现在LED屏上 他被吓了一跳 心想 徐斯什么时候 去给他们徐峰的饮料 拍的广告片呢 屏幕上的徐斯 穿着江湖 看得眼熟出讲字的 白色西服西裤 他对着屏幕外的人 笑了笑 挺帅的 江湖想得有点得意 比徐峰集团的 其他男明星代言人 要帅得多 屏幕里的徐斯 对着屏幕外的人 开始说话了 但是江湖听不清 屏幕上的徐斯说的话 只能看屏幕下方的字幕 五年 你可以做一份 很有激情的事业 五年 你也可以彻底融入 另一个人的人生 徐太太 徐斯在屏幕里张开了双臂 一臂指南 一臂指北 再等一个五年 你就可以重新 从这里的南边 走到这里的北边 但是现在 这里已经属于你 以后这里都会属于你 这是我对你一生的承诺 他潇洒地把手指一指 指向后方 正是天桥所在的方向 江湖根本反应不过来 他只是惊讶地望住大屏幕 他向来灵敏的头脑 在这个时候挺激了 而屏幕上的徐斯 将手收回来的时候 捧上了一大树 洁白的像漫天星辰的碎花 捧着花的他 低头片刻 似乎有点脸红 但他很快抬起头来 对着屏幕微笑 这时候 江湖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接通时 才发现旁边车道上 并行着一辆老式别克 他和对方 几乎同时摇下了车窗 徐斯正拿着手机 对着他微笑 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 江湖嘟嘟嘴 你知道我不懂花 徐斯说 这是最普通的芥菜花 江湖问 所以呢 花语是 为你献上我的一切 江湖不想脸红 可是忍不住脸红 就像屏幕上捧着花的徐斯 一开始那样 他又望向了屏幕 屏幕一顺暗下来 然后渐渐起了一层云雾 画画成一匹奔腾的马的形状 马蹄扬起的云雾之间 缓缓地浮现出一行广告语 占据了整个屏幕 我的城市 我的生活 属于你 江湖一阵 熟悉的广告词 就此时 就在这里 用这样的方式 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 而且写着属于你 他眼前浮起了一层水雾 我把天桥买下来了 以后天天播腾月鞋的广告 五年后 我们一家就可以把左右两边的工厂 再买下来 挂上红旗的招牌 徐斯用声音蛊惑着他 嫁给我吧 江湖忍着迎接的泪意 低迟 求婚 也求得这么十块 只有你了 徐斯流里流气地说 这是我们共同的风格不是吗 江湖握着手机不语 徐斯只好无奈地大吐苦水 为了让你看到这广告 我可是横算数算你的经过时间 做了无数方案 跟着你走这条路 走了十来次 终于抓住了今天 签在南风的时间长 这可不比你当年 做腾月方案花的时间少啊 江湖依旧不语 徐斯继续动之以情 我今朝跟着你开了很久 等你在南会开完会 一路跟过来 掌握时间安排机会 就怕错过了最好的时间 紧张的我午饭还没吃 江湖着急了一下 你这家伙做事还是这么糊涂 不吃饭你想饿死啊 徐斯借机再接再厉 怎么样 江总觉得我这个方案 可行不可行啊 能不能签合同 江湖扑斥一笑 正要回答 这时 红绿灯下的交通警 朝着他们这个方向走过来 并且吹起了警哨 江湖和徐斯都不敢怠慢 都坐直了身体 交警走到他们两个车的中间 公事公办地说 驾驶机动车拨打电话 妨碍安全驾驶 一次接二分 罚款二百 麻烦两位把家照给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